大家好我是斯蒂芬 那么我们在上一节课中完整的学习了 Epo 它的整个变成模型 那么我们在这里写到了这里说是高并发 也只是它可以高并发 但是我们在实际的模拟环境模拟中 我一台PC很难模拟出来 因为我们在我们的一台PC中最高的支持 像现在我一击的内存可以最高支持 30多万个 30多万个 那么我们上节课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 那就是 当我们的读的数据 就是当我们发送端的数据 比如说它发送了100个字节 但是我们在读的时候 只读了50个字节 而且我们的Epo是在ET模式下面 也就是边缘处罚模式下面 当我一次读完了之后 看我的代码 当我一次读完了之后 我就返回了 我并没有继续去读下面的 接下来 还在缓冲区中的数据 那么这就像我们在c- 说c-的问题那一节中提到的我们读的 数据 比它发送的数据还要多的时候该怎么办 那么这里我们就来提到解决方案 那么怎么解决呢 由于在我们的边缘触发模式下 它又不会去再次读 它 又不会再次通知我们 不像我们的水平触发模式 它会再次通知我们 那么在我们的边缘模式下呢 我们需要用的一个办法 一个就是将我们的缓冲区数据 放的很大 但是像我们这样的话 在局部变强中呢 它是有限制的 它的站是有限制的 这个在前面我已经提到过了 那么 我们还有一种方式 怎么解决呢 我们可以一直读 直到它出现 直到缓冲区没有数据了 直到缓冲区没数据的呢 我们的receive它会返回一个error 那么它的error是 我们可以检测它的error是什么 e again 如果它是这个呢 如果它出错是这个 那就表示 我们的缓冲区已经没有数据了 那么现在就这么读吗 很明显如果再次读的话 它还会覆盖我们最初的第0个字节开始 对吧 所以我们需要 对这个 地址 进行 加的动作 我现在的第1个指证 那么如果 如果 如果我读的数据 不够100个字节 那么我就 继续读 那么为了测试方便呢 我们这里的话 读5个字节 我客户端发来10个字节 或者是更多的字节 那么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 给它加5是吧 因为我们每次都读了5个字节 对吧 是加5吗 加这个 如果 如果 那么如果我们的by词呢 是等于5的 也就是说我 读缓重区 读满了 我一次只读5个字节 那么如果我想读的字节数是5个数 而且它返回的也是5个字节 那么我给它一个fnag 那么这个fnag应该这么判断 也就是说一直在循环 那么现在定一个fnag 首先它肯定要等于1对吧 那么如果小于5个字节呢 else 我让它不能够再继续读的对不对 所以 然后我给这个指定 进行 加的动作 然后 我还要定一个nance 表示我读了多少个字节对吧 加等于 by词 那么这一个逻辑其实是比较简单的 首先我判断我的fnag 第一次肯定能进来读对吧 如果我想读5个字节的时候 一般情况下 比如说我想读5个字节 那么这个缓重区也是5个字节 但是我们现在为了方便呢 我们直接在这里给100个字节 读5个字节 那么如果是5个字节呢 那么我就继续去读 如果不是5个字节呢 那我就退出 然后记录它读了多长的数据 最后将我们读到的数据打印出来 将我们 啊 将我们 读到多长的数据全部一起发给客户段 那么 这就是我们的 第2种解决方案 除了增加缓冲区 好的 那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 Aerror number没有定义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客户端 那么在这里我客户端已经事先写好了 就是发送hand word 我们看看这里的代码 连接客户端是吧 发送我的这个缓冲区中的数据 我的这缓冲区中的数据这里有11个字节 然后发送完了之后呢 再去从服务器读取数据 那么我们怎么在服务器中发现它是这样一个过程呢 那么我就在这里打印一个标志 这次我读 这次我读了多少个字节 这样我就能看到他读了几次对不对 那么为了效果呢 我再给他个延时 注意啊 通常我们在实际的过程中 是不会这么做的 只是为了显示 我们的数据通信的这样一个过程啊 好的我们再编译一下 然后我们用我们的客户端去连接他 我 我 一 然后将我们的数据打印出来 然后我们的客户端收到了这样一个数据 对吧 那么假如我不这样做很明显 我注视掉 我只能读到五个字节对吧 那么这里呢我就不继续去测试了 这是提供一种 解决方案 那么 这个 也就讲到这么多 还有一些更高端的用法 如果有机会我们会讲到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 我们在前面讲到的这些并发编程 它都有一些什么样的 方式 第一个是ipatch的模式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 PPC Process Per Connection 也就是说我们每来一个连接 我们就给他进 建一个 进程 那么 这个进程建好了之后呢 他们该怎么通信怎么通信 别的烦我 同样的线程也是一样的 来一个连接 我给他建一个线程 那么他们会涉及到同步的问题 对吧 线程进程开销的问题 对吧 那么在我们的CNAC的模型中呢 他能做的事有限 也就是说能和能处理的客户端是有限的 比如说最大的FD Set Size是吧 当然我们是可以修改这个值的 但是我们修改这个值之后有个什么问题 那就是有了事件发生之后 我轮循的次数就变多了 对不对 那么轮循的次数多了就是第2个问题 效率问题 它的线性扫描 会严重的影响 客户端 通信的进程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 他要不断的去拷贝我的 套节字 关注的那些套节字 那些flag 然后不断的去轮循 不断的去轮循 那么POR呢 我在上一节课中也提到了一点 他除了第1点 23基本一样 他就是 只是用念表去实现了 我FDset的功能 那么Epo呢 Epo就非常刺激了 那他的CNAC的弱点呢 反过来就是Epo的好处了 这个是在我们人类的发展过程中 不断的进步 不断的 去解决以前的问题 对不对 那么他能处理多少个连接呢 我们可以通过 这样一个文件 来看 他能处理多少个连接 那么他这里 表示的是我们 当前的操作系统中 能处理的最大的 文件描述符的数目 那么还有一个文件 我这里没有写出来 还有一个文件 我们来看一下 慢一下Epo 那么在我们的Ninux 网络接口中呢 他有一个极限 也就是根据我们Cardom 的内存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文件中 注意我们的Epo呢 它是从Ninux2.6的内核中 才开始有 我们Cat一下 这里有30 3万 那么但是我们当前的系统 它能处理的 最大的文件数又是多少呢 10万多 那么这时候应该怎么去处理呢 其实 当你一台PC 你达到了这样一个顶点之后 它的 反应速度啊 等等都会跟不上 那么通常呢 我们会有很多台PC 服务器集群来去处理 高并发的问题 那么在我们的编程中呢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超时 在我们的服务器中 有很多很多客户端连接 那么当有一个客户端来处理数据的时候 当有一个客户端来处理数据的时候 那么其他的客户端还是保持连接的 那么当我们处理完这个数据之后 我们还需要做的一个动作就是 检测 超时 Timeout 看看有哪些套户字 他是超时了 有哪些套户字 他还是活跃的状态 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其实 实现起来非常简单 我们只要在这里获取一下当前的时间 然后再记录一下 那个套户字 上一次 通信是在什么时候 然后一减超过了某个时间 就表示他超时了 然后我们就断开这个连接 有可能那个客户端早就已经超时了 对不对 好的 我们讲完了这个 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做一个实际的项目 这个项目 我们 开始不讲 先讲需求 讲实现 然后 大家自己去实现 实现完了之后 在最后 在这本课的最后 我们 再去讲 他的一些实现的要点 在哪里 那么我们这个项目做的是什么 就是一个 remote share 就是一个远程命运行 这样一个程序 他需要实现哪些功能呢 第一个就是用户能登录我的服务端 当然就是 说简单点就是我写一个服务器 然后有客户端来登录对吧 然后 输入用户名 密码什么的呀 当然这就看大家的发挥了 然后呢 一个比较重要的功能就是 用户他登录完之后 我要给他提示 比如说 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ninux 我每按一次enter 他前面都有一个root localhost 等等这些 这个提示符 这个是需要的 然后我在这个提示符里面 输入ls 那么 显示当前目录 他是哪些文件 要只要能执行这个命令之后返回结果给我们的 客户端 然后呢 还有一些客户端自定义的命令 这个也看大家发挥 比如说我输入一个site 表明我退出登录了 其实就像我们的这个ssh 客户端一样 我们这个就是通过sh 来去连接我们的一个在ninux系统里面的他的一个远程的一个share 那么主要呢 就用到这三个功能 然后其他的一些 更多的功能 看大家发挥 然后这里项目实现的时候会需要注意的有哪些 第一个 我们现在用简单的协议 就是我客户端发一个字符串来 然后我在服务端解析他发的是什么字符串 然后在我们的这个项目中呢 我们需要实现客户端和服务端 那么我们的服务端用eppo实现 那么我们的客户端能用cnex实现 为什么我们的客户端 要用cnex实现呢 因为我们要涉及到io服务用 比如说我需要在标准输入去输入 那么这时候如果服务端有数据来的时候 我又不能输入了 对不对 那么 这是一个io服务 这是一个主核心框架的实现 然后还需要实现一个我前面没有说到的 那就是心跳机制 保活 我每隔一段时间 我需要给我的服务器发送一个 心跳包 比如说我给他发一个hello 然后服务器会给我回一个welcome 然后我就我们两个就进行这样简单的通信 然后在执行命令的时候呢 你在服务器端实现可以用exec系列的函数或者是popen popen是非常easy的 那么 学了这么多 就在这个项目中看大家能实现多少 好的 那我们期待大家的结果 好吧 那么这个文档呢 我会上传到我们的网站上面 好的 那这节课就到这里 在他推荐 看一看 下集中 我们下集中 下集中